大家好,我是時光發合的Able,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個節目,最重要看完之後給個like,以及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玩標的很多時候都比較biased,因為我們只是注視男士的碗標,時時都忽略了女士的碗標 但其實今天的女士在選擇碗標方面,都很有要求和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Brightling 8年齡在去年重新設計他們的Bestseller系列,Chromomac 去年推出的款式是一個42毫米的計時標 今年Brightling 8年齡特別為女士設計了兩個型號 一個36毫米直徑,一個32毫米直徑的碗標 36和32毫米都是一個非常適合女士帶的尺寸 因為他們比較大,如果比一個傳統的女士碗標 亦都是看得非常清楚時間 至於那個碗標36毫米的碗標,它是搭載了一個COSC,瑞士天文台認證的一個自動上鏈的危機心 天文台認證是代表它非常精準 每一天的誤差就在-4和-6秒之間 至於那個32毫米直徑的碗標是配一個Supercross的機身 這個Supercross是八年齡專有的 它比一般的石英機身準確10倍 每一年的誤差是不超過15秒的 電池的壽命都可以有3至4年 如果是每天上班的女士來說,這個石英的選擇可能都比較方便 最重要的一點當然就是design,因為對女士來說,漂亮也是一個很重要消費的決定因素 這個碗標,我覺得那個設計最漂亮的地方,就一定是那條標鏈 這個叫做Rulo,這個復古的設計,本身是用一些細細的小圓柱造成這個標鏈 它本身的打磨,你如果近看,是非常之精美 而且它戴上手是會很貼手和很舒服 無論是36毫米或是32毫米直徑的標殼 它們都是配上了一個有雙面防反光光光的表面 讓你看得很清楚 還有就是有這個Supernoma Nova的夜光塗層在時標和時分針上面 所以就算那個環境光線是比較暗,都不會影響你讀這個時間 另外就是那個單向旋轉的標圈 我在節目裡面都提過很多次 單向旋轉的標圈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功能 它可以幫你做到很多簡單的計時 如果將那個12點鐘那個圓點轉到那個分鐘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量度一個小時 將它轉到那個時針的話 就可以讓你量度12個小時 真的有時候比這個計時碗標更加實用 還有兩個設計點,我覺得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一個就是那個標關 是一個洋蔥型的標關,是一個復古的設計 手感都不錯的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秒針的尾端那裏就有個B字 這個是百年齡的一個logo 是一個很秀氣的B字 我覺得放在一個女士的碗標上面 是挺厲害的 這個36毫米直徑的碗標 和32毫米直徑的碗標 是有很多選擇的 36毫米總共有10種不同的combination 32毫米都有7種 財質方面就是有全鋼、金鋼和18毫米的紅金 標面都有四種不同的顏色 是有淡綠色 銀白色 深藍色 以及一種叫卡帕銅的顏色 這個碗標的價錢都比較合理 他們全自動的Gare碗標是36毫米的 起步點價錢是37,400元港幣 如果是Cross的款式是28,500元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註冊護士 已經做了護士12年 最近他想找碗標 跟我商量 究竟選什麼標 他其實也挺有要求 第一就是他不喜歡男子標 而太細隻的女士碗標 他覺得也不適合他 因為工作關係不能夠 帶閃亮亮的碗標 也不介意有些鑽石的點鑽 因為他是工作上 時時要洗手 所以防水是必然的 而且不能夠帶皮帶的碗標 因為他是需要為病人量度這個心跳 所以一個大秒針的功能 也是必須的 他很多時候都要翻譯 所以也希望有一個日力的功能 在品牌方面 他就覺得 想要一個比較有歷史 和有故事的品牌 而且不想時時幫人撞標 Mark Alice 我可能幫你找多一隻 挺適合你的碗標 我為我的朋友 選擇的一個款式 是36毫米 一個自動碗標 他就配了這個淡綠色的標面 還有一個鑽石的標圈 還有鑽石的時標 我自己認為這隻碗標 有齊了我朋友所有要求的元素 包括了有日期 大秒針 防水 最重要一點就是這個碗標是真的很漂亮的 他如果是偶然出席一些場合的話 都給人有一種很高貴的感覺 至於品牌方面 百年齡都很多威水史 第一就是 他是一個製作計時碗標的一個先鋒 在早年的時候就已經是發明這個雙案流的計時 到今天都是被各大品牌沿用的 也是其中最早的品牌 是研製了這個自動上鏈機械計時機芯 他們也是最早的一個碗標品牌 是上太空的 在1962年的時候 跟隨這個水星計劃的坦人 在坦人上面圍繞地球走了三轉 另外就是 我自己看到有很多專業的飛機師 都是選擇佩戴 就是Bright08年齡的碗標 是因為他的功能 和他的精準 非常之可靠 我們今次介紹這個Chromomac Lady的碗標 36毫米加上32毫米 總共有17個不同的 Combination的選擇 就算是要求最高的女士 我覺得都應該是可以找到你心意的碗標 好了 今星期的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